参考消息网1月3日报道外媒称 2019年是不少运动员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 而加强训练的最后冲刺阶段 日本代表团率先发声表示 希望夺得创下历史新高的30枚金牌 据日本每日新闻1月1日报道 日本体育厅希望在2019年度以后进行选择与集中 把经费重点分配给影奖牌可能性较大的项目 日本体育厅希望把经费重点分配给影奖牌可能性较大的项目 新华社记者王立立社报道称 不顾国内竞技团体困惑的生意 日本体育厅决定在最后阶段坚持成果主义 一直以来我们给很多竞技项目提供了机会 这也不是为了赏罚 分明只是今后不得不逐渐集中目标 2018年夏天 日本体育厅长官陵木大帝透露 在最后冲此阶段的考虑 李月热内卢奥运会结束后 日本2016年10月推出的陵木计划规定 2017-2018年度是活跃基确确立期 为尽可能扩大获取奖牌的可能性 对日本所有竞技团体提供广泛支持2019年度以后 将重点支持影奖牌可能性较大的项目 这在重视公平的日本体育界算是比较突破的手法了 在举办奥运会前一年的2019年度预算案中 日本为提高竞技水平而列出的相关经费 首次达100亿日元 运合6.27亿人民币 是2014年度预算额约48亿日元的两位多体人 三项运动团体判断 混合接力是最可能赢得奖牌的项目 新华社发留爱伦社日文体育厅 在2018年度内制定新的基本方针 有关今后的应有状态 日文体育厅有关人士表示 竞技体育是成果主义 是重视结果的世界 也有竞技团体表示困惑称 不适应极端增减补贴 成果主义不利于竞技人口增长 强化选手实力的国策 即将进入最后阶段选手强化总部部长山下太郁表示 可能会被说轻率 但我们认为在东京奥运会上 赢得30枚金牌是可能的 今后的工作室选择和集中 对影响牌可能性较大的项目 提供重点支持做出反应的竞技团体之一 是体人三项 2018年12月 铁人三项运动团体判断混合建立 是最可能赢得奖牌的项目 团体决定在选拔标准上 优先选择适合混合建立的选手 在亚运会上没有取得一枚金牌的步枪射击项目被赶危机 新华社记者灭建江社专务理事大众陈一阳强调说 若不夺得奖牌就无法获得承认 对于我们而言 东京奥运会是事关生死的舞台 在混合接力中获得奖牌 是我们做出的重点选择报告表示 截至2018年未取得成绩的日本竞技团体被赶危机 在亚运会上没有取得一枚金牌的步枪射击项目负责人不无懊恼的表示 如果补贴减少 则不得不减少远征的签数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